小微盘股票是大幅反弹 有几匹白马呢 那么倒下了 那绝大多数超过4000多只股票在上涨 是不是调整已经结束了 劫后就会从事声势呢 还是向上发起攻击呢 今天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节日 也是星期五啊 今天是6月起日 我们做一下A股的收听啊 总体上来看啊 今天呢小盘股表现得非常好 但是我可以给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我因为并不能判断 小微盘股票完全止跌其稳了啊 这种市场的这种现象呢 很难说成为一天的上涨 就风险就完全化解了 这是对于小微盘股的看法 一会我们会看一看它的K线啊 另外今天呢我们看了一下啊 几个热点的方向吧 房地产第一是走的比较强 是由于啥呢 价格有点回升了是不是 所以说今天走的全天走的强势 包括带动了一些建材呀 什么什么东西走强 还有电力板块的内部出现了一定的分化 但是指数还走的相对强 说明他电力是不是这个夏天到了啊 需求方面有一定的 走的确实是不错啊 里面有些个股呢 有些交易性的机会啊 这个我们不去评论啊 另外呢我们发现啊 再重要的说的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两只白马 一个是凝王还有一个工业某复联啊 这两个东西呢盘中一度都跌幅了超过了七八个点啊 那么说已经有报道了 说凝王呢是由于由于这个跟叫你进不进去的问题 即市场限制的问题啊 包括有些新能源的一方向也是出现了这样的大跌 但是说他是 但是客观上呢也说明他那个经过短线的连续上涨之后呢 也有一定筹码兑现的要求啊 另外如果他这个可以解释通 那工业某复联你怎么解释他的下跌呢 昨天他是涨停板 今天他又下跌了 所以说现在呢从 杀这个小微盘股票 能不能向大家方向转移转移 就是有些大家伙也会有一定的回落 有没有这样的嫌疑 大家记住啊 他并不是这两个大白马 还有其他的也有一定的松动 你比如说午后的 这个午前啊 中午前的天风证券的直线下跌 那说他是债务的问题 那么其他的券商为什么也跟着跳了呢 尤其是午后开盘也跳了 最多的也跳了七个多点 虽然在午后到后盘呢都收回去了大部分 但是这种风险我判断是没有解除 另外呢我们看几个其他的方向上看呢 也不像是完全 这个大盘股完全能够太持续性拉升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还是有瑕疵的 那么我们说如果小盘股也稳不住 那么大盘股还出现一定的问题 那这些指数就很难断定已经完全齐稳了 这是我们的结论啊 我们先来看一看小微盘股票啊 实际呢今天全天上涨呢就是小微盘股啊 一共上涨了4000多只 上涨超过5%的呢是将近600只 应该是这么的 但昨天下跌超过5%的可有将近1600只 我们先看一看它的指数 这是小微盘股票的 微盘股的走势啊 今天上涨了五个多点 你看它完全是一颗运线 那么运线呢说明一下 毫无意义 它只能断定它这个地方呢 可能会有一定的抵抗 但是能不能出现连续的上涨 没办法知道 那么这个地方后边出现了连续上涨 但这个地方是放量的 这地方基本完成了羊毛银 那么这个地方明显是成交量不足 另外它照包住昨天的银线还差得很远 就算是上次这次稳住 它又回撤了三天之后才从事升势的 这个地方一天站稳的概率比较小 如果它被打个差下去的话 那么大盘股又不确定 所以说这地方的指数确实是很难说啊 那么这个地方假如说截后连续上涨之后低点缺页 那个我认为呢 小盘的股的风险可能是暂时解除了 不过我判断啊 能不能有更多的资金 愿意蹚这趟浑水 愿意承接这种微盘股 我感觉呢 没有更多的资金 那么今天这种性质呢 带有的很强烈的 有些股票的自救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借着这个利好 所以说截后怎么走 这得画一个问号 总而言之今天呢 不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小微盘股票啊 我们再来看一看创业版50指数 创业版50指数呢 对创业版的影响就太大了 阴线杀下来 你很难断 在阴线上怎么起稳呢 必须出现一个阳线 我们才能断定它起稳 另外这里面也没有其他的信号呢 日线级别的高点调整 第25天左右 今天上阵指数调整是14天 时间周期人也不够 是不是 昨天前天的低点还都失败了 那么这个地方最好的走势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上阵指数 大家要注意这是上阵指数的 本来这个3080一线呢 这个支撑还是应该是蛮强的 但是它根本就毫无抵抗 直接就跌下来了 说明它这个做空动能是比较大的 进入到这个区间 就说明这个无效了 那么既然它是无效 就得等到明确的直接的信号 并且今天最低点达到3031 3031是一个什么位置 实际这个地方的中零中枢位置是3050 是3050 那把3050都给跌穿了 从30分钟走势上看 这个地方还有点加速的态势 虽然尾盘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抵抗 但是我你看判断下跌下跌再下跌 本来应该稳住了 但是由于有些白马骨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叫我们不得不有意思的疑问 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 宁可错过 不做错 那我们就等待午后的 节后的明显的稳住的信号 才可以 温度全面的上升 风险完全的解除 我们小散户 做上升途中的一段 转一点也是不错的 没有必要汤冒这样的风险 这是我的观点 好了 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 我们端午节后 再见